福建厦门志工第四年举办亲子成长班 包名的家庭越来越多 而另外北京志工则是举办了环保亲子营 让孩子体验挑水 了解水资源的珍贵 一脸期待的神情在活动开始之后 完全得到满足 一个月一次的亲子营 让小朋友和家长很快融入 北京慈祭志工设计的活动里 举手分享全家人如何游水可用 就是没有人说到这个方法 如果不珍惜水资源 难说哪一天得这样费心耗力 大家都有了警觉 洗手的时候一定要拿一个面条 然后剩下那些水资源交换 今天回家第一件事先去买盆 然后放在咱们洗手盆 父母是孩子的魔这句话 越来越多家长有深切体悟 因此厦门慈祭志工第四年举办亲子成长班 有人从去年就排队要报名 分别学习家长的收获比想象中还要多 以前的话你还一直是觉得 总是把问题放在小孩子的身上 现在今天感受完后的话 我会重新地去考证 如何跟小朋友去沟通交流 首先从自己的问题招起 要有一个很大事要对待自己的孩子 要有一个父母亲对待别人的孩子 我觉得讲这句话 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 团体游戏中孩子难得看到爸爸妈妈 可爱活泼的一面 适当的爱与鼓励 就像亲子间的吸铁 让心能怜心创造幸福家庭 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综合报导